大玩球现场我们先带来聚焦的是赖清德上任之后呢 面临到了两大难题 首先当然就是国会改革法案 引爆了一连串的冲突 还有大陆可能的军事外交上的施压 而现在这是来自美国友台议员 就喊话赖清德认为他必须要面对党内的激进立委 好来看到了这位是谁呢 他是美国的友台众议员史密斯 他就在他的个人网站上头发文 是祝贺赖清德还有萧美琴的就职 但是呢在整篇文章当中 他也特别提到了赖清德上任之后的第一个挑战 就是现在要面对到的是民进党里头 立场比较 他是用hard code这个字 就是比较激进比较应景应派的 这些立委们在国会当中的干扰 并且是要用反对更强的监督 比如说是制衡国会的改革法案 但是呢他并且也指出说民进党过去 其实也是支持国会改革的 只是呢可能有一些意见上的分歧 但是他认为说 这是赖清德目前必须要面对的 而这是一个成熟并且繁荣民主政治的象征 好对于这篇po文 当然很多的蓝营人士就有所解读了 这是国民党智库副执行长林涛 他就分析说 这是不是就是在暗喻着美国也看不下去了呢 好在这样的此时此刻 那赖清德还要放任绿营侧义 持续的荒腔走板吗 好另外来看到的是那在大陆方面呢 其实在于这个赖清德昨天的就职演说当中的内容 好后续大陆的中央高层级的官员一连串的回应 除了这个大陆外交部长还有国台办 都接连批评赖清德是以外谋独 甚至说他现在是赤裸裸的展现出两国论 还有台独是破坏台海和平稳定的主要的原因 那另外呢大陆官媒的部分包括了环球时报 还有这个其他的官媒 其实有一连串的有所批评 新华社也有所批评 来看到的这个是大陆的官媒 人民日报在21号罕见的是以四版全版全面回应 赖清德在昨天520的就职演说 并且他这个题目是说 台独工作者一指空文卖国货台 这样子的评论文章来指出说 赖清德在这个520的演说呢 其实是在煽动两岸对抗对立 贩卖两国论 好另外来看到这件事情 是不是也跟赖清德的就职有一些关系呢 甚至说有人解读说 他是在对台恫吓的意味相当的浓厚 因为大陆的第三艘航空母舰福建舰 其实在月初五月初的时候 就已经完成了为期八天的首次海事了 但是时隔仅仅两周 现在再度传出可能会进行的是第二次的海事 因为根据大陆的海事局发布一个航行的最新警告 指出长江口22号有一艘大型船舶 深水航道出口会实施交通管制 甚至说有一些大陆的媒体 就在这一篇文章附上了一张福建舰的照片 所以现在很多网友都认为说 这是不是就是暗示福建舰即将再度海事呢 引发了一点串的讨论 有专家分析说福建舰第二次海事和首次海事只有相隔两周 其实显示出的是首次的海事的结果应该是蛮不错 蛮良好的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分析就是有学者指出说 这个福建舰在赖清德就任之后就密集展开海事 似乎就是有对台威吓的意味 好 另外来看到是在南海的部分 菲律宾在上个星期是出动了100多艘船只 强闯南海的黄岩岛失败 而为了打气现在菲律宾的国防部长带着高官 搭乘飞机到南海的中叶岛 是要参加菲律宾的海军军营的开工仪式 好 但是这个随行的菲律宾的摄影师就拍摄到中叶岛的周遭 当时出现了多艘中国大陆的大型船只 包括了一艘5204号的海警船 还有其他多艘的大型渔船 显然就是在中叶岛这边形成了一个所谓的包饺子的态势 好 现在根据相关媒体的报道 在这个南沙群岛的中叶岛是菲律宾在南海最重要的前沿基地 而最近这两年其实菲律宾也在中叶岛这边动作不断 建设了海警的警卫大楼 还有可以起降民用客机的飞行跑道 现在又建设海军基地持续的扩大规模 好 持续要来看到是赖清德在520发表就职演说 演说当中其实重申了蔡政府的四个坚持 并且援引中华民国的宪法 强调两岸互不隶属 并且呼吁大陆停止对台文攻武嚇 好 对此大陆的外交部 国台办还有外交部长王毅都有接连回应 同样的主轴 同样的定调都是强调台独是死路一条 另外这个外媒又怎么看呢 英国媒体BBC就针对赖清德就职演说 表示说他未来的任期不轻松 而且没有所谓的蜜月期 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上以新身份向大家挥手 30分钟的就职演说提到全球最关注的敏感议题 他说两岸互不隶属 对此大陆外交部首先抨击台独是死路一条 台独是死路一条 不管打着什么幌子 什么旗号 推行台独分裂都注定失败 外交部回应后大陆国台办再补刀 发言人陈兵华痛批赖清德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大肆宣扬分裂谬论 顽固坚持台独立场 大肆宣扬分裂谬论 煽动两岸对立对抗 妄图以外谋独 以武谋独 随后外交部长王毅同样强调 台独是台海和平最重大的破坏 一个中国原则才是台海和平的定海神针 除了大陆政府的看法 针对赖清德的政治理念 北京民众认为 希望两岸以和平方式统一 对经济冲击才会降到最小 而赖清德正式就职总统 各大外媒高度关注 纽约时报就以全球紧张 与敌意邻国等着台湾新领袖为题报导 勒清德面临艰难抉择 台湾内部存在政治分歧的同时 如何维护两岸和平 同时BBC也指出两岸局势复杂 大陆称它为麻烦制造者 所以就职后并不轻松 两岸没有所谓的蜜月期 另外日本媒体NHK则表示 要继续寻求外交努力 和美国盟友合作 透过对话解决涉台问题 确保台海和平稳定 不过华尔街日报就指出 面对动荡局势赖总统演说 展现可预测性的正面讯号 反映台湾在美中关系 扮演着核心地位 记者综合报导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 睡眠品质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对抗运作 还拥有多种 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当强大 你知道吗 有台大教授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天的国际也就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特菲尔时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Food feel good Food feel good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